政府略以啟動九龍東 港環保就在九龍灣做起 靈炭大廈算是標誌之一 裝上太陽能光伏板 加上新物柴油就可以提供能源 用證就存放在公共電網 不會造成浪費 我們有再生能源 再生能源主要有兩部份 第一部份就是太陽能板 大概為我們這個大廈 可以提供到大約三成的能源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用了 用那些已經是用了的 用剩的煮食油 來經過一個能源 一個再生的能源 那裏也可以提供到 我們有七成的能源給我們 大廈另一特色就是環保造風 利用冷管甚至地板來送風 配合吊線增加空氣流動 那就不用再開那麼多冷氣 省回四成半能源 綠色力量滲透每一個角落 好像在這個靈炭天地 就有本港首個原生林 種植了二百多棵原生樹 主要是提供我們本地植物的樣本 在這裡種植 也對周圍的昆蟲等等 那些地方有幫助 也在它那個樹長大的時候 那些樹可以吸收碳 在它生長的時候 不斷吸收到二氧化碳 連同展覽廳以及休氣陸化區等設施 不單止實用 還有教育的用途 靈炭天地在接下來九月 就會對外開放 如果市民想參觀靈炭大廈 就需要預約 建造業議會估計 每年可接待訪客人數達四萬人次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周靜民報道